韩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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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吃了吃什么呢 吃这个饭 밥是我吃的目的 所以我要加目的一个主词 밥是有这个韵味的 所以加这个饭 밥을 먹었어요 很简单 这个挺难的对吧 那么大家还是初学者的话呢怎么说呢 这个周末是周末的意思 这个周末呢和朋友 和是和的意思 那么是一起的意思 和朋友一起呢 看电影 영화是电影的意思 不打 不打是什么呢 看的意思 看电影 那么加这个을 거예요 表示将要的意思 将来是我 那么这个周末呢 我将要和朋友一起看电影 那么 영화是没有韵味的 加什么呢 加를 영화를 볼 거예요 영화를 보다 看电影 那么第三个呢 목이 아파서 말 못해요 목是什么呀 嗓子啊 比如说老师的嗓子 最近不好 对吧 목이 아파서 아파서 是疼的意思 加阿恶色呢 表示原因的意思 목이 아파서 말을 못해요 말을 못해요 말是话的意思 也有马的意思 那么这里是话 那么话呢 是理由把词 所以呢 加上这个을 말을 못해요 这么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格助词 这个을 还有这个를 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后面的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呢 惯心格注词 惯心格 惯心格什么意思 表示 这个惯是这个头的意思 对吧 头 那么呢 表示所属 所有属性 等等 属性等等 特性属性等等 相当于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 比如说 我的 我的书 我的书怎么说呢 我的书 拿 拿呢 是我的 是书的意思 那么 表示我的书呢 加什么 拿 拿 拿 借 怎么说 拿 借 我们看一下 什么时候用这个 呢 拍战 有没有 有或者没有 都没关系 都要用这个 非常简单 这个就不用背了 对吧 比如说 老师的卡棒 卡棒是包的意思 对吧 老师的包怎么说呢 先生 你没 卡棒 结果这个名 要移在后面 发音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发这个 诶的音 诶 所以呢 先生 你没 卡棒 先生 你没 卡棒 老师的包 那么 如果是没有韵文 也是一样 加这个 诶 也可以发这个 诶的音 一样 那么我们看 第一个 例句 这个例句 怎么说的呢 이 사진的主人 누구입니까 이 사진 사진是什么呀 词点 词点的主人 这个词点的主人 是谁呢 누구입니까 누구입니까 是谁呢 这个主人 是什么 主人 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再读一遍 이 사진의 主人 누구입니까 那么第二个呢 저는 대한민국의 국민입니다 저는 我是什么呢 대한민국 대한민국 什么 大한민국的 国民 国民怎么说呢 국민 국민입니다 저는 대한민국의 국민입니다 这个 의 对吧 大한민국的 那么第三个呢 나의 결심은 변하지 않아요 나의 결심은 변하지 않아요 我的 결심 결심 是个汉词 大家猜猜 是什么意思 决心的意思 我的决心呢 不会变 这个 변 변ada 변 不会变 那么我的决心 나의 결심은 변하지 않아요 这个就是我们的 의 惯形格助词 看后面的 一点点小的变化 那么上一刻 我们也讲了 一个小的变化 接下来再讲 一个小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나 我 我的 나의 나의 也可以 那么也可以缩写成什么呢 내 내 是一个缩写 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过了 我的书 나의 책 那么还可以怎么说呢 내 책 一样的意思 比如说 我的家 나의 집 也可以怎么说 내 집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나的尊称 称称怎么说呢 超 超加의 可以变成这个 超의 可以 那么也可以简单的 速写成什么呢 제 我的朋友 제 친구입니다 제 선생님입니다 那么 너 你 加의 可以变成 너의 너의 可以 那么 但是一般我们怎么说呢 变成这个 내 写的时候 变成这个 내 那么 云丁会说了 那么这个 내和这个 내 发音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区分呢 比如说 내 책 到底是我的书 还是你的书呢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 只是书面上才会遇到的 书面上写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这样子写 可是说的时候呢 口语里面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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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啊 也可以这么说啊 也可以这么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运用 那의 房间里面有电视 我的房间里面有电视 我的房间里面有电视 我的房间没有电视 那么 那의 也可以怎么说呢 내 내 내 방에 는 你 这样说也可以 我们看第二个 朝에 我的 朝에 동생은 친구가 아주 많아요 친구가 아주 많아요 朋友非常多 谁的朋友多呢 我的弟弟 哪의 동생은 我的弟弟 친구가 아주 많아요 朋友非常的多 那么 朝에 也可以怎么说呢 제 제 동생은 친구가 아주 많아요 也可以这么说 那么 노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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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머니는 정말 미니시구나 这个구나 也会讲的 表示感叹的意思 你的妈妈 真的是美人呀 정말 정말 真的 你妈妈长得真是美人呀 这个意思 那么 노에 也可以怎么说呢 내 或者是你 说的时候说你 你 어머니는 정말 미니시구나 这么说也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一点小小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 这个 副词格助词 是에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 很多这个助词的名称啊 什么 惯性格助词 什么目的格助词 主格助词 副词格助词 这个名称 大家不背也可以的 不背也可以 这个背不背都没关系 那么 韩国人也不知道 只老是在介绍的时候 给大家说一下而已 那么记住就可以了 에 에 是什么呢 表示场所 方向时间等等 可以表示地点 可以表示方向 目的地 可以表示时间 它有很多的用法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韵语 有没有这个 都是用这个 에 都是用 에 比如说 서울에 갑니다 가다 是去的意思 那么去说完怎么说呢 서울에 갑니다 학교에 갑니다 학교 的교 是没有韵语的 一样加에 학교에 갑니다 去学校 那么这里的 서울 和这里的 학교 都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地点 对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表示地点的 백화점에 사람이 많습니다 백화점에 사람이 많습니다 对吧 那么呢 什么呢 在百货商店的人很多 在 这里表示什么 在的意思 在 在百货商店的人很多 那么也可以表示方向 目的地的 刚才我讲错 这个是什么呢 方向和目的地的意思 表示我要去的方向 比如说 서울에 가서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서울에 가서 친구를 만날 거예요 什么意思啊 去手腕 这是表示去 去手腕 往手腕 去的意思 往的意思 对吧 往手腕去呢 见朋友 那么这个 朝 以后我讲了 顺序的意思 时间顺序 那么呢 我先去的手啊 然后呢 我 我要去见朋友 对吧 这个 也表示将来是 还没有见 表示将来打算的意思 那么也可以表示时间了 比如说 韩西에 韩西에 韩国語 在里面 填上 刚才我们所学的 这个 还有这三个 看一下 第一个填什么呢 밥 언제 먹어요 밥 언제 먹어요 那我们说 什么时候吃饭呢 这个 먹다 是什么 吃的意思 那么目的是什么 吃饭 所以 밥 是这个 먹다 的目的 所以 밥을 언제 먹어요 那么为什么要填这个을呢 因为 밥 是有 받침 有韵味的 所以加这个을 那么发音的时候 要变成有一个 连音现象 밥을 언제 먹어요 这么说 那么第二个呢 도서관에서 도서관에서 에서 表示在 在图书馆里面 책 봐요 책 봐요 看书 那么看书 书呢 是看的目的 所以呢 책을 책을 봐요 加을 那么发音的时候 变成什么呢 책을 봐요 这个 기억 要变成这个上面的发音 책을 봐요 那么第三个呢 나 친구가 많아요 친구가 많아요 什么意思 朋友多 那么我的朋友多 我的朋友多 应该什么呢 나의 친구가 많아요 但是刚才我说了 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那么 나의也可以怎么说呢 내 내 친구가 많아요 也可以 要么就是 내 要么就是 나의 都一样 两个都可以 那么第四个呢 이것은 철수 책입니다 이것은 이것은 这是 철수的书 那么 철수的书 对吧 所以 철수의 철수의 书 철수의 책입니다 那么这个 외 读的时候呢 可以读 那么一般的口语里面 我们读 철수의 책입니다 那么第五个呢 열 두 시 잠을 자요 잠을 자다 什么意思 睡觉的意思 对吧 那么 자다 它是动词 잠 잠 睡觉 잠 잠을 자요 열 두 시 是表示时间 应该用什么呢 用这个 에 表示时间 在12点睡觉 열 두 시에 잠을 자요 那么第六个呢 앞 앞 是什么意思 是前方的意思 前方 前面 약국이 있어요 약국 약국 是什么 是药店的意思 那么有药店 前方有药店 那么前面是地点了 所以呢 앞에 这个 에 那么读的时候 怎么读呢 这个 피어 要转在后面 一个连音现象 那么 앞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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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약국이 있어요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学习的 这个目的格助词 열 或者是 를 或者是 表示得的意思 是 에 或者表示在的意思 에 这三个 是我们今天学习的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第二节课 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我的讲课呢 能够给大家很大的 帮助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